我们继续带你来看到罗岳勋这一次呢 在这个场上的表现让非常多的国外国内媒体 再度注意到这一位网坛上非常努力的选手 不过回到国内我们要问到的是 为什么这些选手在整个成名的过程当中 都要自己来筹措经费如此的辛苦 而行政院长吴敦毅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 吴敦毅当时的回答说 运动员要人住自住 这是没办法的事 全世界都是这样 不过这一句话被外界大批是失言 吴敦毅今天感情做了澄清 卢彦勋在温布敦打败去年南单亚军闯入前八强 虽然抢四止步 不过连CNN主播都这样鼓励他 外国媒体都这样肯定鲁彦勋 倒是台湾的行政院长吴敦毅前天被问到 为什么政府过去不帮忙 总说等到运动员一战成名之后才出声 你都要经得起这种寂寞 自己很努力 所以自古以来都是叫自住人住 所以现在不要有人事后有先见之明 所以为什么他过去政府或者谁不去鼓励他 不去夸奖他 不去帮他 这是没办法的事 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现在也不容易找到说哪一个女生就是寄证的第二个 强盗运动员要自住人住 再经过层层淬炼 外界质疑怎么在这时候说这种话 吴敦毅干净解释 我讲四十句 他就两句 就说我失言 抱歉我没有失言 我要是有失 就是忘掉了只能讲两句就好 现在我只讲两句 我们对所有的运动 都会从很幼小的幼苗 就开始努力去培植 这个院长可能要对体育方面去多了解 钱林慧君为准女婿报屈 还说政府到底为卢彦勋做了什么 社会自有公平 铁北新闻中文报导 而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江慧呢 最近的演唱